6月22日动画电影《仙罗爵》《九神战甲》在上海举行观影见面会 片中主要配音演员杜江、蒋璐霞、王宇田、郭家豪现身影城跟首批观众们见面聊电影 这也是红海行动蛟龙小队再一次的合体 活动现场观众们问到几位主演这一次一起配音有哪些感想 杜江回应道 动画电影《仙罗爵》《九神战甲》首次与观众见面 就收获了众多好评 观众们对于在红海行动里练出了腹肌的蛟龙小队 现在是不是还有腹肌也是特别的感兴趣 杜江就这样回应道 确实因为红海行动呢 其实要付出挺多的身体上的努力 我觉得不管是演动作戏还是给动作戏配音 其实都是要身临其境的去感觉 都是作为演员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正能量和积极的 而且特别让人有自律的一件事 很健康 其实很多时候健身我们都是向雨田学习的 还有那个我们那次数一下 我最多的时候六块腹肌 他有十六块 搜狐视频娱乐部报上海报道